这起枪击案造成59人丧命 再度凸显美国长久以来枪支管制的争议 立刻连线国际中心记者苏恒安 恒安请说 美国公民经过背景审查都可合法涌枪 但近年来多次发生大型枪击案 不少人都认为政府该加强管制 但讽刺的是总统川普从竞选期间 就多次公开维护勇枪 有议员认为加强沟通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以孤独狼式的行为 外加自杀式的攻击 不只直指联邦调查局的两大罩门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行为令人防不胜防 以上东西新闻英文文 英文志在美国的采访报道